身处分爱之事 心存健康之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一加一防疫生心灵 我是啾啾 有不少人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晚上要就寝的时候 翻了很久才入睡 但是到深夜或者是凌晨突然就醒过来 然后就盯着天花板 看了好几个钟头 等到好不容易要睡早的时候 闹钟响了 虽然躺在床上七八个钟头 但是扣掉躺着很久才睡着 然后很快又醒来的时间 其实也就只有睡三四个小时而已 这种翻来覆去啊 这种难受的过程 表示可能你会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而且专家竟然可以不用药 就可以治好 到底怎么做 想要了解的朋友请继续跟我们讨论 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节目开始之前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请到干净世界去申请一个账号 未来有一些重大的关键的世界 我们会在干净世界 干净world.com上面的健康一加一频道 做出完整的播出 所以请先务必要申请一个账号 才能收到第一时间通知您 有关于节目播出的资讯 好的那今天的直播 欢迎观众朋友加入 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 是新一堂中医诊所院长 吴国斌医师 哈喽吴医师你好 谢谢好 各位观众好 我们刚才开始讲到这个自律神经 其实很难确诊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看过不同的医生 检测出来的素质好像都很正常 但是身体就是很难受 所以我想请教吴医生 你有没有看过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患者 他的治疗情况又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其实临床上有自律神经失调的患者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通常呢就是去看诊的时候 医生才跟他说 哦你是自律神经失调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治疗呢 我临床上其实遇到好几个自律神经失调患者 一位是多岁的一个女士 她的自律神经失调状况就是说 她失眠了二十多年 也就是说她在大学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失眠 失眠了二十多年 到凌晨三四点才有办法入睡 而且呢她左边耳朵 就是比较有点重听 那容易有一些烦躁焦虑啊 脖子肩膀特别僵硬症状的这些症状 这东西听起来感觉有好多好多问题 那而且呢她就是因为睡不好 所以她今天安眠啊 一些症状的药啊 总共要吃到两颗 才能帮助她入睡 结果呢在第一次看诊的时候呢 我们就帮她做一些治疗 怎么帮她治疗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头颅骨下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东西哦 就在我们的头颅骨下的这一圈 也就是我们的中医长的风池啊 安眠啊顽骨 这边把它蒸 而且这边华佗甲鸡 这边也把它做针灸 所以一蒸的话 这整个就放松了 放松之后呢 她竟然就跟我说 诶 蒸完之后 她当天晚上没有吃西药 就可以一觉到天亮 而且呢 她左边的耳鸣啊 重听 蒸了一次之后 就改善了一半以上 然后隔天起来 精神就非常非常好 所以她整个状况就感觉 就改善了非常快 之后我们再持续的治疗呢 她改善幅度就越来越好 其实维生您讲的这个案例 我觉得很 就是鼓舞了很多 有自律神经失调的患者 因为这个病情呢 其实病况呢 又是拖延的很久 而且不好确诊 而且有时候呢 真的治来治去 怎么治都治不好 那我想请教您哦 吴医生 就是说 治律神经失调的这些症状 大概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呢 比如说她的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 身体上不舒服呢 比较常见的就是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 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 而且她睡怎么睡得很久 还是没办法消除她的皮囊 还是觉得很累 另外呢 因为她睡不好 可能会有头痛啊 头晕啊 而且肩膀会的 肩膀会特别特别的 僵硬的痠痛 甚至她会常常胸闷心悸 整个很不舒服 要大口的深呼吸 然后另外可能 肚子不舒服啊 或者便秘腹泻 甚至人都没有干净 然后就觉得很累 那因为她睡得不好 她抵抗力不好 所以她常常容易感冒 甚至有腰痠背痛啊 皮肤干燥 这些手脚冰冷麻木 甚至这些症状 另外呢 她如果说从精神上来看的话 还有其他问题 比如说她容易感到紧张压力 那因为精神不好 所以她精神容易涣散 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她的思考力啊 决策能力就会比较不好 而且她会容易 莫名的烦躁啊 教育 意识就是特别特别的消沉 基本上刚刚这么多的症状 基本上你如果说 有五个以上 甚至六七个 那几乎都已经几乎是确诊 是一个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症状 你刚才看到这个 吴医生你这个症状哦 分两大类然后列起来真的是密密麻麻的 其实我们一般人听到神经的这种症状 其实就会有一点担心 因为神经的种类有很多 那我想请教吴医生 这些神经是如何分类的 然后他们各自的功能又是什么 而且自律神经我们今天谈的议题 它主要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如果说要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观念 我们先来谈 比如说神经是什么东西 神经它就像是大脑跟各种器官 互相联络讯息的一个途径 而且它我们来自身体内外的所有的刺激 这些都是一个讯号 这些讯号其实就会 透过这个神经系统 然后传到我们的大脑 还有我们各个器官 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有这些状况 我们必须做一些运作一些反应 而且这样来讲的话 就是神经系统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很多讯息的接收 就是透过一个神经系统 来做一些适当的反应 当然你传递这个神经的话 其实资讯的话 其实是有两大类 简单讲就是将来分类会比较清楚 第一个就是从中间开始 中间就是我们的大脑 延伸到我们的脊水 那中间这一道就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另外一个就是从中枢神经系统 到分岔出来到我们躯体的一个末端 这躯体末端可以延伸到我们身体的各个角落 这个叫做末梢神经系统 那这末梢神经系统就是从中间分岔以外出来的 那分岔出来因为它就可能分配到我们的那个躯体 比如说我们的手脚的这个皮肤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这些部分就叫躯体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律神经系统 我们刚刚讲的区块神经系统 它是我们大脑可以控制的 自律神经就是没办法控制 它会自动节律的去运作 所以叫自律神经系统 这个自律神经系统它主要管我们的内脏的一个运作 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流动 这些维持我们生命的迹象的这些生理的机能 那这些调整体温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由我们自律神经系统来控制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睡着还是清醒 自律神经系统就是必须维持我们生命的机能 它会24小时不断的去运作 所以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很多自律神经系统失调的人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但是我们又常常听到两个东西 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那这两个又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交感跟副交感 其实它的作用是两个 有点像是阴阳的概念 这个交感就是让我们能够亢奋 我们能够应付我们外在的环境 比如说我们有突发的状况 我们有危机的时候 我们身体要应付这些紧急状况 这时候交感神经系统必亢奋 来让我们保卫自己 让我们做战斗的一个状态 那副交感神经系统它是一个反向的 就是它可以想象中 我们车子冲出去 我们要能够刹车 不要让孩子往前冲 这时候呢就是副交感神经系统 就可以让我们能够不要那么紧张 也就是让我们放松 所以副交感神经系统主要是让我们放松 而且可以让我们储存能量 心跳能够稳下来 血压也能够稳下来 所以这两个是有点像是互相一个对抗的一个概念 是谢谢吴医生 因为我们我也是第一次了解 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 原来是调节我们的人体身体机能 跟我们内脏平衡运作的 这样很重要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现在就慢慢的 经过刚才吴医生的解说之后就明白了 不过我想要了解 如果说自律神经失调的治疗的关键 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可以来帮助民众恢复健康呢 第一点我们把它列出来就是所谓的睡眠障碍 那为什么我把它列为第一点 因为你就发现临床上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人 几乎每个都有睡眠障碍的问题 你睡眠不好的人 他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头痛喧晕耳鸣 甚至返照焦虑 精神不好 然后体力变差 然后人就没有干净 然后因为睡不好 你可能会沮丧焦虑 返照 我们现在讲出来 你会觉得 有没有像我们刚刚一开始 这个自律神经系统的检查表一样 所以睡眠障碍是第一个 自律神经失调必须解决的问题 但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的人 其实他会很困扰 为什么 因为他常要把身体能够调整 到不用吃安眠药 这其实是很难的 我们如何去调控这些东西 如何说让他能够 就是渐渐的把西药的 这个助眠的药慢慢减少 因为有人很困扰 就是说 吃了这么多助眠的药 好像记忆力反应 开始变得比较差 这是常常吃西药的安眠药的患者 有共同的新生 共同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的探讨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解决 这个睡眠障碍 那这里的话 我个人也是读到的一些 治疗的方针跟方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资讯对大家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睡眠障碍 其实有很多人发生的 还有您刚刚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因为经常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人 其实很难去戒断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在不吃安眠药的情况下 就非常难入睡 结果就是这样恶性循环 不吃也不行 吃了也不行 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指导一下大家 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好呢 其实在调整治愈神经失调的里面重点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调整睡眠障碍 其实有睡眠的问题 它在临床上 全世界来讲的话 有睡眠障碍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搞不好都已经快要有四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比例 非常的多 你在调整睡眠障碍 其实这个议题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必须从两个方向来思考 这样的话 我们的分析会比较完整一点 第一个就是从心理方面来讨论 为什么这样 因为有自治愈神经失调或者是睡眠障碍的人 大部分都是个性比较急躁 比较追求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是常常有些负面情绪 又或者是当工作 平常就是压力比较大 心理压力也比较大 这个时候你心理长期处在一个高张的压力的时候 你精神就没办法放松 没办法放松是你的脖子 整个全身的肌肉都会紧绷 那这个紧绷的状态下 你的脚趟神经就会亢奋 脚趟神经亢奋 你晚上就没办法睡着 然后他就会想好多事情 就觉得一档火热这样子 就没办法降下来 所以你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话 就是如何调整心理 有一位奥迪的一个心理学家 叫阿德勒 他有一本书就是叫 《追求不完美的勇气》 他这个书名我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追求完美 是在工作上某些时候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所有的事情 都这么的追求完美 这完美其实常常是我们自己设定的 但是对别人不一定是如此 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就是包容别人 不要过度的追求完美 如果说别人如果说不是像自己所认知的 就是那么完美那么能够去接受的话 有时候你还是要试着去接受别人 可是你去想一个事情 你去感觉你的身体 在你睡不好 你在睡不着的一个状态下 其实你的身体的全身的肌肉 包括你的脖子肩膀的肌肉 全部都是降硬的 所以你可以试着做一些呼吸吐纳 让我们的肌肉肩膀 全身的开始做一个放松 做一个调整的动作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腹交感神经系统 就可以开始起来了 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可以放松 所以你一定要先解决的一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睡眠的问题的话 肩膀肌肉要特别去处理 那为什么要去处理它呢 其实它这个东西 我们为什么一直特别强到这个颈椎 脖子肩膀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头部其实可能只占我们 身体体重的大概十分之一而已 可是这个头部呢 它却是透过我们的脊椎 颈椎跟我们的颈部的肌肉 来支撑我们这个头部 所以你如果说这颈椎其实 如果说你开始有一些退行性的病变 比如说有一些椎心盘突出 一些有的没有的 或者是滑脱 狭窄之类的 会造成我们的颈椎的 最动脉的一个神经的一个 最动脉的一个压迫 甚至我们这边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刺激 尤其是交感神经系统就会被刺激到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会引起的 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的睡不好 这个地方还会引起包括耳鸣 重听 甚至会有头痛的喧音 而且更严重的就是 我们大家可能不会想到 它还有一些眼睛的问题 比如说你一些轻光眼 眼睛退化 包括眼睛疼痛 眼睛会有赏光 眼睛凸起来 比较眼凸的这个症状 甚至你的暂时性的视野缺损 甚至有些模糊的症状 这个其实是会跟我们的颈椎有关 那再来的话 而且会并发恶心的呕吐 甚至胸闷心肌 所以你看这些某些争端 又跟我们前面的治愈神经系统 又有点相关 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睡眠障碍 那睡眠障碍的话 我个人的立床经验以后 最简单就是从你的脖子 这边去调整 因为你这边调整 松了之后 你人就开始可以放松 也就可以开始比较好睡 那而且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这个 因为你好睡的话 你就可以慢慢把西药 这些药慢慢把它剪掉 所以最后的一个结论 我的经验是就是说 长期会依赖睡眠的安眠药的人 你就会发现一个重点 就是它这里都特别特别的僵硬 那因为特别僵硬 甚至颈椎错位的时候 会导致我们的 最动脉的胶感神经这边失衡了 所以你必须把这些办法处理好 是 吴医生刚才你在提到就是说 睡眠障碍的人这个肩颈 可能就是要放松 没有放松的问题 等一下你会教大家怎么调整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想请教 因为在中医其实会有一些方剂 有没有一些方剂 可以有效的来治疗我们神经失调呢 其实中医治疗 治疗神经失调的方药 其实非常的多 第一个就是最有名 然后最贴切的一个药方就是逍遥伞 那我们常用的是加胃逍遥伞 那加胃逍遥伞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教育 那加胃的话通常是因为 有治疗神失调痕 它通常身体都有点虚火 其实就是慢性发炎 所以会加一点比如说 牡丹皮啊 脂脂之类的 让它有点退火的效果加强一点 再来的话比如说一些温胆汤 再加一些酸枣的黄莲之类的 那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个晚上睡不好 甚至会多梦胆脏心惊的这些情况可以解决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龟皮汤 龟皮汤可以治我们的心脾的气血虚弱 这个时候我们的气血虚弱的人 他常常会有心悸凶悶 容易失眠健忘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再来第四个可能比如说就是天荒补心丹 他可以治我们的虚火内冻的一个比如说心悸啊 睡眠时间比较短 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柴虎加龙骨牡丽汤 他可以比较帮助我们的安神 再来的话就是比如说干麦大早汤啊 这是我们的一些情绪不稳定 这个时候呢 干麦大早汤是一个温和的一个药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地服用 再来第七个可能比如说是黄莲二胶汤 心中有如果烦躁的时候睡不着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药方 那这个药方在临床治疗效果到底 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我这里分享几个案例跟大家讨论看看 就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曾经有个患者就是 他个性就是比较那个想太多 那所以有时候他常常都会想很多 常常睡觉前都会想太多睡不着 然后呢我们就给他服用加胃逍遥伞 然后呢再加一个所谓的月局碗 那月局碗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气血 痰食这些一些 一些预制的一些东西 把它化掉的这些药 两个合起来让它去服用 结果呢这个太太很有意思 她跟我说 试了这个药因为他整个就很放手 所以他就觉得很好睡 那另外有一个患者 其实他就是也算自愈神经死掉 而且他合并了一个严重的 一个所谓的 我们简单讲就是所谓的忧郁症这样子 那这个先生呢其实就是常常会觉得好像想不开啊 非常焦虑啊非常忧郁这样子 结果呢我们就是也是用家会下药伞 再加月局碗这样的概念 因为他气比较虚 或加一些人生脉动物位置来补个气 结果后来他吃了药之后他跟我说 诶五一师你这个药非常有效 说怎么有效呢 他说吃了药之后就会人就很想出去玩 出去玩 本来就想躲在家里不想出去了 精神特别好 他问我说这样会不会太兴奋了 我说不会啊 你那个你都闷在家里 你都闷出病了 要至少要出去山下太阳 所以其实我们中药它其实有个好处就是 你吃这些药呢 其实它调整我们的气血 包括最重要是干气弄顺 弄顺的话它忍就不会闷在那里 气就不会郁在那里 所以呢它气顺了身体就好了 而且你好了之后这个药就可以停下来 所以中药其实你辨证论是 你开的药是对的时候 它几乎可以我们可以讲都没有副作用 而且睡觉醒来精神还很好 不会说睡醒来好像有睡跟没睡一样 这是会精神不好 不会 其实中药其实非常好的 谢谢吴医生分享的这两个案例 我刚才听到这两个案例 因为其实很多有失眠的人 他们真的是非常痛苦 还有这个出去玩的这位先生 我觉得这个最忧郁症来说 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所以这几个方法 那这几个方子如果有适合的 有需要的人 倒是可以尽量尽可能去使用它 如果你有不清楚的地方 也是可以跟您的中医生来讨论看看 不过我们刚才有提到 其实吴医生还有一些妙招 要怎么样来不用吃药 也可以自然的治愈我们的自律神经 可不可以请吴医生来帮我们分享呢 其实要调整治愈神经就是你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正常的生活习惯除了一个饮食正确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早睡早起也不对 那为什么不对呢 应该是早起早睡 你把这个顺序掉过来其实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睡眠障碍或治愈神经失调的人 因为他根本就很难入睡 早睡他躺在床上还是翻来覆去 结果还是睡不着 那睡不着的呢 结果早上就很耐床就起不来了 所以变成说早睡最常要讲其实不适用 你要做到一点就是早起 那这样的话你可能起早那天就会很累 包括工作完就很累 因为你很累了 所以变成说你晚上其实就会比较早睡 这样的话可能在调整治愈神经失调 或者是睡眠障碍会效果会比较快 所以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早餐一定要吃 这个对我们身体的治愈神经调整 其实真的很有用 那另外就是你这个早上起 尽量晒个太阳 晒个30分钟 如果说今天是下雨天 也没关系在户外 其实活动的话也是可以 对我们身体是治愈神经调整 也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太阳光也有光子 可以照到我们的身体 所以虽然在户外没有太阳 也是有用的 再来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睡觉的时候 尽量比如说在睡前三个小时 晚上睡前三个小时 之前一定要把饭把它吃完 不要太晚吃饭 太晚吃饭其实对我们的自愈神经失调会出问题 再来比如说我们制度的运动 可以做一些比较放松的一些运动 像比如说散步 或说一些伸展的运动 只要能够让肢体放松的这些运动都非常有效 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一些快走的一些运动 当然这个快走我要强调就是说不是很快的走路 我讲这个快走其实是轻快的走路 你只要能够让自己放松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再来的话比如说我们第三点 我在讲一个心理健康的部分来讲的话 在一个压力下 有时候在一个痛苦当中 尽量稍微微笑 你真的是压力大大笑不出来 我觉得就是你假笑 甚至强颜欢笑也没关系 这样听起来就是很怪对不对 因为你微笑的时候 你身心会稍微释放一个压力 你的心理上的一个抗压的强度 会开始慢慢的提高 另外的话可能你可以每天唱个歌 唱个大概10分钟之类的 或多听音乐 像我一个患者就是他 因为中风之后他还蛮年轻的 也不过才48岁左右 后来他常常就是抑制就很消沉 那我就常常跟他说 你今天这个情况的话 你还是要让自己能够坚强起来 那而且他没办法讲话 讲话声音讲得非常好 我跟他说 你不管怎样的话 你每天都要至少要唱个五首歌 我就强迫他说 你没有唱五首歌你就不要来找我 那他听到说 那吴医师叫我再唱歌 不然不能去找他看诊 他就每天都这样唱歌 然后跟他太太就这样唱歌 我说后来唱了一阵子 我说有没有房租 他说有 心情上真的比较放松 然后而且刚好可以训练他的语言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 但这是我们生活上必须找出一些方法 能够调势我们的心情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再来的话比较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 比如说泡澡 泡澡的话其实是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比较放松 理想的泡澡大概是15分钟就够了 而且你的温度最好是在39度到40度之间 这个时候身体是会得到一个放松 但你如果水温超过42度之后 你的交感身体反而抗愤 抗愤反而你反而会睡不好 所以这个温度其实是一个要掌握的一个重点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大概就是睡觉前一个小时开始泡 泡个这样 泡完澡之后 然后泡完比如大概15分钟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开始身体温度开始慢慢降下来身体开始舒服 这时候你就会帮助你的睡眠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做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那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很好用的一个方法 包括我工作的时候其实如果患者多 如果说心里有压力的时候会紧张起来的时候我也常用的一个方法 这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你用鼻子吸鼻子吸一嘴巴吐二这样的比例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鼻子吸四秒然后嘴巴吐八秒 大家不妨这样多做解释你会发现一种感觉 然后你的气就开始顺了 开始不会说整个亢奋紧绷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再来比如说一些深蹲的运动 深蹲的运动其实对我们身体整个代谢循环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如果说身体常常睡不好 紧张焦虑的时候肌肉常常会紧绷 其实肌肉紧绷的时候你的血管就会缩缩 你的循环就会产生障碍就会产生淤血的一个情况 这个深蹲其实是现在蛮流行的一个运动 不妨大家可以多做 可以让自己通过下半身的一个肢体的运动 腿的运动让全身的循环得到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调整跟代谢 那吴医生您刚才有提到就说 你有一个一分钟的这种一分钟的操 可不可以快速的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呢 好 再来我们去再分享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一分钟的一个身体放松的保健操 那这个保健操的方法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手往上交叉 这个就这样比如说我先交叉 然后手往上 那往上呢其实然后我们这样 身体想象成像一根棒子一样 然后你身体想象先向左边 过来的时候就吐气 四秒钟 然后再回到中间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吸气 然后再往另外一边的话 吐气四秒钟 然后回到中间的时候再吸气 这样反复的运动 这个时候呢可以让我们侧边的经络 把它疏通 筋骨把它疏通 这个侧边呢就是所谓 刚好就是我们中医的所谓的胆筋 这胆筋的妙处在于说 胆筋是管我们的精神情绪的 它透过这个胆筋的一个调整 可以让我们的整个内脏的系统 包括我们的情绪 气机 表示一个顺畅 所以透过这个运动呢 可以让我们这个胆筋呢 包括我们的气弄顺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是 非常感谢吴国平医生 那我们最后呢 还是请您用一句话来帮我们做 有关于自立神经失调的治疗 你有什么可以来帮我们做个结论呢 最后的话我想就是六个字 第一个是心想事成 就是我们很多事情都是 我们通常要很多一些 要达成目标的话 通常就是要设定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你才会努力的去做 有个目标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样我们才能努力的去冲 去把它完成 另外的话两个字就是松跟柔 这个松呢不只是身体放松 心态上也要放松 另外一个柔呢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 尽量让我们的身心柔软 对待人呢不要过度一个 刚烈或是一个固执 或一个焦躁 我想就是最后就是这六个字 心想事成跟柔 还有松这样子这六个字 好的非常感谢吴国平医生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 谢谢吴医生 谢谢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吴国平医生 其实中风啊还有帕金绅士症 都可能造成自律神经的失调 但是如果你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经常的失眠 或者是忧虑焦虑 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倦怠 甚至是情绪暴躁易怒等等 这个时候还是尽快的求医 但是今天吴医生提推荐的一些方法呢 我相信可以帮助大家 恢复您的生活品质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要记得先订阅留言 同时给我们一个like 多多帮我们分享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健康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